美国、英国、德国等伙同个别的非政府组织 基于谎言和政治偏见 忘记联合国的民意举办所谓的 中国新疆人权状况视频会议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这个会议充斥着无耻的谎言和虚假信息 是美国等少数国家的又一次没有下线的拙劣表演 和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事实上也遭到了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的坚决抵制 必须要指出 这几个国家总是试图要充当人权的教师爷 但是他们自身人权问题劣迹斑斑 罪行累累 他们对中国做出的种种的虚假的指责 其实都是他们自身历史罪行和劣迹的反应 以及黑暗心理的映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